女子在腊月捡到甜吗 哦 那是什么 给 什么嘛 新团单啊 完成 看上去很好吃呢 你买个蛋糕吧 丸子 蛋糕还是留在圣诞节那天好好享用吧 是吗 说的也是 真是令人望远遇穿的圣诞节 烤红薯 很香的红薯 烤红薯啊 丸子 还是吃点热乎乎的烤红薯 谢谢 要走掉了 等一下 丸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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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受伤吧 我没什么事 我的钱呢 掉哪儿了 在哪儿 在哪儿 两百日元在哪里 找到了 不是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找到了 还有 还有一百日元在哪儿呢 有了 真是太好了 卖红薯的大叔还在不在呀 爷爷 你看 怎么 是个钱包 上面也没有写名字 嗯 哇 三千余元 这可是巨款呢 这样 送到派出所去吧 这样啊 掉钱包的人 如果到派出所去就好了 而且那个钱包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 看来钱包的主人 是个很爱惜东西的人 嗯 就是说呀 那个人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啊 马上就到年底了 这个时候肯定更头疼啊 啊 我知道了 好 那我先挂了 警察来的电话 说钱包的主人到派出所去了 已经取回了钱包 哇 真是太好了 哈哈 可喜可贺呀 那人好像是个学生 说是明天会到我们家来跟你们道谢呢 第二天 星期天 请问 请问有人吗 来了 啊 初次见面 那个 谢谢您捡到了我的钱包 送去了派出所 哪里 特地来一趟 太客气了 啊 那个 我的名字叫田口 好 外面太冷了 请到屋里来吧 那天捡到你钱包的是我的小孙女 我叫樱桃子 不过大家都会叫我小丸子 啊 真的是 非常的感谢啊 我是在河堤边摔倒了 掉了钱 难道说哥哥你也摔倒了 啊 不是 不是我摔倒了 是个小男孩 呃 那个 超人出镜 啊 啊 啊 好痛啊 你没事吧 家在哪里 上来 我背你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 虽然看起来很平凡 但是个善良的人 哎 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我是一个人生活的 这个月 我买了很贵的学习用书 钱包里的钱 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 那可是真的 学生也很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还有这个 虽然有点少 不好意思 不过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哎 哪里啊 举手之劳 不用了啊 可可 可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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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听民警说了 礼金 一般是丢失钱的金额的 十分之一左右 啊 打扰了 那么 我先告辞了 嗯 哎 等等 哎 哎 已经跑掉了 真是个老实的年轻人哪 不过总觉得 这个哥哥是个怕伤的人呢 啊 估计他是真的很高兴 你收下也是可以的 就是啊 怀着感激的心情收下 嗯 就这么吧 哎 爷爷 这三百日元要怎么用好呢 哎 这次捡到钱包的是你啊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哎 可以吗 好哎 第二天 买什么好呢 哎呀 难道他是 丢钱包的哥哥 啊 那个 昨天 啊 原来是你啊 你半的学人 我在这里打工 这么怕伤的哥哥 竟然在大街上 给陌生人发宣传单啊 哦 哦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还没有吃午饭 丸子啊 用昨天的礼金去买些红薯过来 分着吃啊 嗯 这样最好了 那么 分成三份吧 啊 我的那份 我自己出钱好了 不行不行 这是昨天哥哥礼金的回礼啊 对吧 对吧爷爷 嗯 啊 礼金的回礼啊 你还是快点趁热吃吧 那好吧 我开始吃了 不好意思 能借一下盐吗 这样的话 会更好吃哦 不介意的话 放点试试 那就稍微放一点吧 我的拜托也放一点 好好吃 味道不错啊 跟西瓜放点盐是一个道理啊 那如果放点甜的东西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了 如果在烤红薯里面放点蜂蜜的话 那味道会不会跟板栗团子一样了 不知道啊 想试试看呢 但是我家里没有蜂蜜啊 哥哥今天比我想象的更能聊嘛 啊 因为昨天太紧张了 我这个人不太能应付第一次见面的人 那为什么会找一份发宣传单的兼职呢 那是因为 我非常喜欢圣诞节 哦 我家是做套餐盒饭的 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 一到节假日就更忙了 就算是新年都没有好好休息 不过只有圣诞节不一样 不一样 很早就关了店 一家人举行圣诞节派对 圣诞树 蛋糕和铃儿响叮当的歌 然后还有礼物 每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很兴奋 哦 其实我最最喜欢的 当然是圣诞老人啦 红鼻子驯鹿我也喜欢 前几天看到一份招聘启示 是扮圣诞老人的 正好我想趁这个机会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所以就下决心做做看了 诶 是这样啊 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吧 和不认识的人搭话还是需要勇气 好了 再努力一下吧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招待 加油啊 哥哥 外面很冷 自己也要小心点 好 真的好好喝啊 猪肉汤乌冬面真好吃啊 你们吃了萝卜和牛棒 对加速血液循环是有好处的 诶 是这样啊 第二天 给你这个 哥哥 热乎乎的菜单 好像很好吃啊 这些是我妈妈和奶奶教给我的 看上去很有营养呢 今天晚上我就试着坐坐看 嗯 不要感冒了哟 哥哥 谢谢你 说真的 我钱包丢失的时候 感觉这个世界一片灰暗 还好能遇到小丸子 可以开心地过圣诞节了 嗯 我也很开心呢 圣诞快乐 圣诞节还早了点儿吧 爷爷 买人偶吧 或者是买什么明星的显身体 对了 买搞笑袋子吧 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我在考虑要买什么礼物呢 成为圣诞节的礼物哦 原来是圣诞节呀 快要到了呢 要什么礼物好呢 看来我也要好好想想 和喜欢圣诞节的哥哥 互相接触之后 小丸子更加期待 圣诞节的到来了 小丸子牵挂奶奶的奢侈 啊 大家请看 在房间里面安装露天浴池 可是非常奢侈的 而且竟然是玫瑰鱼呢 他们是好厉害呀 嗯 温泉哪 好想去 我想起来了 老人会的小川夫妇 他们好像要去泡温泉 来迎接这个新年呢 嗯 好了 决定了 我跟奶奶要偶尔出去奢侈一次吧 哦 从现在开始存钱 到明年的冬天 我们就可以去泡温泉了 爷爷啊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你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呢 嗯 我说过吗 爷爷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去温泉 嗯 对了 我们去吃鰻鱼饭吧 好啊 鰻鱼饭 很好吃的 前些日子和钟也先生去吃过 真的很好吃啊 哎呀 天天好像跟我出去吃的只是蕎麦面啊 哎 爷爷 干脆我们去吃食松寿司怎么样啊 嗯 好的 奶奶呀 一起去吃食松寿司 我也要一起去 小丸子 别得意忘形了 哎呀 不要勉强哦 嗯 嗯 年末新年时节开销会很大的吧 可是 不好意思 哎呀 我从来就不指望爷爷啊 我现在决定了 就自己出去偶尔奢侈一次吧 哎 把奢侈一回来当做今年一年的总结 也挺有情绪的 奶奶 你想要怎么做啊 到底做什么呀 是啊 到底该怎么奢侈好呢 第二天 星期天 我说奶奶 怎么了 丸子 是关于昨天的话题 你决定做什么奢侈的事啊 啊 那个呀 那只是想和爷爷开个玩笑罢了 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奢侈了 很多东西也都变得很方便 哦 但是呢 偶尔做点奢侈的事情才有意思呀 比方说 去百货商店买自己想要的 回家路上去吃寿司等等 哎呀 百货商店和寿司 怎么说的都是丸子想去的地方 被赶穿了 果然就还是老的辣呀 呵呵 呵呵 那么奶奶 你想做的奢侈的事情会是什么呢 哦 我还没想到呢 对了 有时间去考虑做什么奢侈的事情 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啊 我很快就可以想到哦 啊 真好啊 啊 真好 真好啊 真是浪费想象力 差不多了 哦 你要去哪里啊 哦 我去点心店 哇 买点心奢侈一下也可以的 就快要到冬至了 哇 柚子玉 哦 味道好香啊 哦 我们也买很多玫瑰花瓣 放在家里的浴缸里怎么样啊 哈哈 这也太奢侈了 会做报应的哦 呵呵 呵呵 让你们久等了 好 谢谢 好漂亮啊 吃这个点心真的好奢侈哦 就是啊 嗯 对了 点心 奢侈 哦 点心 小丸子这家伙真是的 等等 小丸子 哦 姐姐 你又纠缠着奶奶给你买东西了吧 诶 你在说什么啊 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要是妈妈生气了我可不管你咯 不是的 这是要送人的礼物 丸子是帮我拿的 诶 这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真是个自以为透明的傻瓜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这个笨蛋 你说什么呢 你个傻瓜 你们两个真是奢侈呢 嗯 有句谚语说姐妹两个炒酱就是鸭子的味道 鸭子的味道 因为鸭子的味道是非常美味可口的 姐妹炒酱也是十分美妙的事 一点都不好吃 是芥末辣椒的味道呀 嗯 嗯 嗯 啊对了 那个时候我和小庆聊过的 诶 小庆 聊过什么 我小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奢侈的梦 那时候我和丸子差不多大 希望自己能买到各种各样好吃的点心 希望能好好的奢侈一把 然后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小庆 诶 以前的人啊觉得奢侈是件比梦还遥远的事情 经常互相聊着什么时候奢侈一下吧 好开心啊 诶 奶奶和那个小庆 关系好像真的很好呢 啊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走吧 走吧 啊 是蜂窝堂 买些回去给大家当点心吃 啊 那你想到要做什么奢侈的事情了吗 哦 可是我又想不起来了 哦 是这样啊 爷爷好像也很在意嘛 说起来每天能看到孙女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天天跟孙女们在一起生活更奢侈的呢 啊 正如奶奶所说的那样 我每天都过着奢侈又随心所欲的生活 姐姐 丸子 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 哇 好期待呀 这样好吗 奶奶 偶尔一次没关系 啊 我也该偶尔奢侈一下嘛 每天晚上喝酒就已经很奢侈了 哈哈哈 好吃的东西啊 汉堡包和冻糕 啊 蛋包饭也可以啊 或者是炸虾也行的 我说 姐姐你觉得什么东西好吃啊 我想想看 但是总觉得有点对不起奶奶呢 为什么要对不起啊 一开始说是想奢侈一下吧 结果却是为了我和小丸子才这样做的不是吗 你这么说也是啊 奶奶 你买双新的布袜不就好了吗 如果还能用的话就将就着用吧 因为修补一下还可以再穿 认了怪可惜的 不是很麻烦吗 这点是小事没关系的 在以前呢 要做饭啦 洗衣服啦 这些都是很费事的 不也过来了吗 哦 这样啊 奶奶 你还是奢侈一下吧 嗯 姐姐也很在意呢 我和姐姐你就别管了 奶奶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好吗 不是我想吃的 是小庆 奶奶说的小庆现在在哪儿啊 她驾到北海道去了 一直以来我们只是通过和年卡和暑期问候保持联系的 嗯 那你小时候和小庆怎么玩呢 玩 半家家 弹玻璃球啊 分花绳 踢球 扔沙包 经常聚在一起东拉西扯的看大厂聊天呢 和要好的朋友待在一起 光聊天就很开心 我和小鱼在一起聊天时也非常的开心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丸子 嗯 好嘞 我们也来奢侈一下吧 奶奶呀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嗯 嘿 你们这样看我会不好意思呢 怎么大家都在这儿 要干什么呀 噓 啊 小庆 这是清水的鹰家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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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竹啊 哈哈 小庆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吗 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打个长出电话聊聊 真是奢侈啊 哈哈 只要听见你的声音就非常开心 真是太好了 奶奶 哎 小庆才是这样 很疼你孙子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海带泡澡 感觉怎么样 呃 不可思议的感觉 用海带的你们夜来滋润肌肤 这是电话里小庆教我的 今天正好有人送来了很优质的海带 喂 丸子啊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嘿嘿嘿嘿 小丸子想 奢侈不光是请吃饭 买东西 泡温泉 奢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形式呢 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 我好不容易做了美味的蛋糕 爸爸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呀 难道是因为妈妈说给我走开 所以闹脾气了吗 再经讨小丸子讲的是 网至离家出走 和赢家今年的圣诞节蛋糕 敬请期待哟